安安教练五问 安安教练是谁 短短半个月在抖音的话题播放量超过10亿 平均每场直播都涨粉超过10万的佳晓女教练 这么猛 她直播都播什么内容啊 就播佳晓科目一考试的答题技巧啊 一个科目一答题技巧的直播有这么多人看 为什么啊 美女老师穿超短裙夹丝袜 彻底颠覆佳晓教练枯燥的形象 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感和话题性 成功吸引了网上的众多色狼粉 这种抓住人性本能需求的直播 是大部分女网红的财富密码 还记得以前频上微博热搜的 苍景空苍老师吗 哦 这种直播不会被封吗 她已经被封过三次 但是因为影响力已经巨大 起的小号很快就涨到百万粉 以后还会被封吗 平台可能也在权衡 对这类内容的审核标准 所以一直没有赶尽杀绝 其实这种内容的尺度 和虎牙斗鱼歪歪比并不算大 就别说其他中小直播平台了 关键在安安教练巨大的影响力 造成的社会舆论 她这种直播靠什么赚钱 打赏和卖课 色狼层可是所有女网红贵宾席上的主力军 如果真有考驾照需求 也可以顺便买个课程 欲教娱乐 也不负安安教练得意双心的美名 那她有多赚钱 她主要带货39元和99元的驾照考试课 她的大号和多个小号 总销售额已经超过300万 加上她每场直播超高人气的打赏 保守估计总收益超过500万 未来再卖点丝袜不过分吧 这么赚钱 那还有什么职业可以模仿她这种直播呢 网上有个神评论 周一学驾照 周二学做饭 周三看家具 周四学理财 周五办套餐 周六学瑜伽 周日去钓鱼 注意 这可不是笑谈 是现实 我这里就不放视频了 懂了 那怎么还没出现模仿的主播 已经有了 比如完全模仿她的非非价格 才几天就涨粉近30万 相信很多网红复化公司都在观望 一旦平台全面允许 我们应该会看到很多这种模式的女网红 那你看看我能模仿吗 你 脸还行 可能腿的天赋差点意思 咳咳 以下个视频讲谁 在抖音跃入千万的英语雪梨老师 有兴趣可以关注下 等我更新 关注我 看网红学创业